今天也想趁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聲明一件事 我最難過的就是曾經被兒傳 或者有心人還故意一直在抹黑 比如說他們說我跟強害白曉燕生命的百徒有認識 然後一起做那個叫什麼電玩生意還是什麼的 就真的有人相信了你知道嗎 那這個我覺得最難過的是說的人可能無心可能有意 但你們的一句話是 將你們的腳印踏在被害人的血跡上這樣子 在說別人的抹黑別人的事實 因為我覺得當時的很多媒體 無論是正媒體狗仔隊他們都是跟在我們的背後 去做任何附屬款那什麼的動作 那檢調陷阱各單位都出動了 沒有任何人去看到或有這樣的證據說 冰冰姐跟任何歹徒有做任何不乏的事業等等 那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以前我都覺得息事寧人不理他就好 但現在我覺得不行 這個不僅僅讓整個世界都失真 那也對我形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如果這個說法成真的話 變成是因為我自己的行為不當才去害了小孩 所以往後我要告訴大家 不管是任何的媒體或任何的人 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 故意去謠傳這樣的事件 我會有動作 我就真的會提高 再怎麼老實 再怎麼喜事寧人 再怎麼圓榮的冰冰姐 這個是我的底線 我真的就會提高 而且會請求很高的賠償金 名譽賠償金